苏元 为什么你总是能给我惊喜 为什么咱们俩总是拿错剧本啊 你怎么找到我的 我有你的淘宝账号呀 账号是联动的 我一登进去 就能看到你的聊天信息 是不是傻 我也是第一次卖二手啊 我哪知道会遇到这种事啊 那你就为了一块表 连命都不要了 那好歹也能卖个一万多块钱呢 我总不能让他们白白啃我吧 你真的把东西都还给你爸了 是啊 求婚失败 第二天我就让朋友 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回去了 那块表 是我第一个月的薪水 买来做纪念的 当时是随便买来玩玩 没想到 现在成了我全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 那你最近生活怎么样 有没有后悔 习惯了不劳而获的生活 突然穷起来 挺辛苦的 但是 也有成就感 成就感 便利店里面最普通的便当 二十块 出门可以坐地铁 不幸还能骑共享单车 一块钱掰成两块钱来花 虽然有点辛苦 但是 还是至少脚踏实地 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爸什么时候 会把我的卡停了 真正做到了 挺直腰板做人 你刚开始可能会觉得还不错 后面慢慢会觉得很辛苦 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只是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是你给了我当头棒盒 其实 也没我想得那么难 你 奶奶 如果我能继续坚持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复合的可能啊 我得 考虑考虑 你 你干嘛 奶奶 嫁给我吧 你在这儿求婚 你疯了吗 你 你松口了 我怕夜长梦多 你先起来再说 你点头我就起来 苏月 你别动鼻子上脸啊 快起来 没事 一次不行我就求婚两次 两次不行我就一遍一遍来 反正户口本在我身上 你还随身带户口本 我临走的时候我妈给我的 想来想去还是藏在身上最安全 我总算是知道 你这个个性啊是从哪儿来的了 要不你就答应他吧 你还多管闲事 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参加同志 我这算了做好事立功了呀 能不能从今处罚 想多了吧 走 你没有人啊 我想考察考察 眼前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信任 所以你之前一直是在考验我 我通过考验了吗 先说好 贷款我可不帮你还啊 在这儿把截止贷上 最具有法律效力 你可不能反悔 这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度过最惊心动魄的一天了 那 我是不是可以 你不让人吃完 你不让人吃完 我也不让人吃完 我怕你 也不让人吃完 你也不让人吃完 我今天吃完 你吃完 你不让人吃完